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每周360 在我们开始之前,记得先帮我们like,share,还有subscribe 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哦 第一则新闻 UMW Toyota正式在我国发表新一代Alfred和Wheelfire 新车拥有2.5L自然进气引擎以及2.4L 涡轮增压引擎可选 两款车都比起以往更加豪华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本地和国外的配置并不相同 在大马Wheelfire搭载代号2ARFE的2.5L自然进气引擎 而Alfred则是代号T24AFTS2.4L涡轮增压引擎 因此在本地Alfred是更加高级 而在原产地日本则是相反 新车本地售价分别是从RM438,000起以及RM538,000起 上个星期我们也有做过介绍影片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小白点回顾哦 另外和大家分享一些消息 虽然新一代Alfred开架RM538,000起 但GC大马版首批获得Alfred配额只有30辆 并且已经完全被预订完了哦 如果你现在才要去订车的话 那么后车期就是2年哦 第二则新闻 我们之前多次和大家介绍过的Proton S50没有了 因为原厂把它贴牌至吉利帝豪的S11命名为S70 之前个星期被拍到无伪装拍摄宣传片后 近日就有网民仪式在工厂内拍到无伪装的S70 实车叠照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款车的头灯组设计 以及家族式水箱护照设计的细节 不过被拍到这辆车是没有配备控制套件的 因此很可能这并不是顶配的车型 因为根据早前销售员在媒体释出的消息 这款车将和X50一样分为4个车型 不过最热门的不是X50上standard的车型 而是会从Executive起到Premium Flagship以及Flagship X GC在Premium以上车型就会有12.3寸的大尺寸 中控触屏主机360度环景镜头 另外Flagship以上将有Level 2半自动驾驶辅助 同时很炫的贯穿式尾灯也是Flagship以上才有的 至于顶级的Flagship X则是唯一有全景天窗的车型 另外引擎的部分 这款车将采用和X50一样的1.5L MPI Turbo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148hp 峰值扭力表现226Nm 匹配的是7速4式双离合变速箱 另外有消息指出原厂家会为它搭载新开发的1.5L自然进气引擎 不过这具引擎就要在2025年才会面试哦 需要再一次提醒大家的是 以上都是销售员以及坊间透露的消息 原厂目前尚未公布这些信息 不过在9月初 Broton CEO李春荣博士就已经确认 这款车会在两个月内发布 所以我们在11月的时候 就应该可以看到这款车的出现了 而且GC顶配售价不超过10万令吉哦 之前我们也有做过关于这款车的介绍影片 有兴趣的话点击上方小白点回顾一下 不过当时还是叫S50啦 来到我们的第三则新闻 新一代的Myvi目前确定在开发中 预计将在2025年正式推出 就在上个星期我们就收到Perodua邀请去日本参加 今年的JPG Mobility Show 而根据Iwen在其中一场非正式的问答环节中 获得的消息 原厂高层具有表示 目前Beza已经取代Myvi成为旗下最畅销的车款 但是他们也有表示这个情况只是暂时性的啦 因为Kingville Return也算是间接和我们暗示新一代的Myvi的存在哦 那根据我们之前获得的消息指出 新一代Myvi的开发代号为D01D 而这一款车预计将会和Perodua近年推出的新车 一样基于DMGMB平台打造 因此可以预见新一代车型在空间 操控以及安全性上都会更加出色 配备也会进一步的加强 不过重点是引擎配置 因为之前原厂的高层具有表示 其实未来的新车都会混合动力化 加上他们的技术伙伴Toyota以及Daihasu 已经在印尼推出基于目前Myvi的2NRVE引擎 开发代号为2NRVEX的1.5L混合动力引擎 因此相信新一代的Myvi也会搭载这具新引擎哦 毕竟节能减碳是目前汽车市场的主流 而且更好的油耗表现也是很多Myvi车主的需求哦 除了混动引擎之外 其实目前Daihasu也在开发一具新的1.0L TGDI 涡轮引擎 预计最大马力会达到117hp 以双方的合作关系来看 未来这具新引擎会出现在Myvi上的可能性不小哦 来到我们的第四则新闻 Mazda CX-3升级版即将登入大马 近日就有本地Mazda销售人员在社交媒体上提前释出了这一次的升级版本 的售价并开放让有兴趣的顾客开放预定新车 据悉本地依然是维持双引擎 一共3个车型选项 不过起步售价就从现在的107千令吉起 小涨了9700令吉 据悉新车售价将从110千起 如果我们参考Tai Gray车型 它主要在一些细节上进行改进 比如新增了Aero Gray车器 并且用上了Piano Black的Dualtun双色车器 同时车身下沿也有Piano Black 并且换上了新的轮圈设计 另外Tai Gray皮革座椅就有升级成绒布混搭皮革的座椅 同时在冷气出风口上有同色的装饰 至于其余细节则和现款车型保持了一致 动力的部分就没有任何悬念 大马版还是会维持双引擎选项 入门版车型是搭载了1.5L Sky Active G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114hp 风值扭力表现149Nm 而另外还有2.0L Sky Active G自然进气引擎可选 最大马力154hp 风值扭力表现204Nm 两者都是匹配六速Sky Active Drive自排变速箱 最后虽然目前已经有售价并且销售员已经开放预订 不过目前原厂是还没有正式发布这款车的 因此大家预订前最好先double check 是不是可以订到最新的车款 或是等到原厂发布过后才去预订比较稳妥哦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的重点新闻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like share还有subscribe 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